面对曲飞烟这满怀七亿的视线,楚清禾瞥了曲飞烟一眼后,默默地收回了目光。 曲飞烟?眼见楚清禾竟然回避了自己的视线,曲飞烟不禁一头黑线。 好在楚清禾也没有继续逗弄她,而是开口道,你们几个先不急,等过些时间再服用。 听着楚清禾所言,曲飞烟不解道,还要过几天? 难道说公子你炼制的这丹药还有什么服用要求吗? 楚清禾摇头道,不是,只是单纯觉得你们现在服用有些浪费了这东西而已。 说着,知道吉女不能理解,楚清禾主动开口解释道,这丹药名为凤血百文丹, 以凤血作为主要炼制而成,服用之后可以让人寿源增加百年的同时修为意识有所提升。 丹药丹药的介绍,莲心开口道,等等,姐夫你说这丹药,是由凤黄的血炼制的。 楚清禾纠正道,凤与黄属于不同的异兽,两者的鲜血蕴含的药性也不相同。 从楚清禾口中确定了,炼制这丹药所用的主要,竟然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凤血后, 不管是莲心还是谁母音机吉女皆是面露惊骇。 去飞烟更是眼睛一瞪,惊愕地看着桌上那两个单频道,凤凰这样的东西竟然真的存在。 对此,楚清禾慢悠悠道,空穴不来风,世间很多的东西都是真假参半, 并非是一味地杜撞而成,龙凤之说看似传说,实则的确是存在,只是罕见罢了。 说着,楚清禾话语一转道,而且因为之中奉血的独特性,带到将之中奉血吸收之后, 能够让舞者本身拥有极强的自愈能力,寻常的小伤,呼吸间便能自己愈合, 更能够让舞者本身的功力得到淬炼,稳固根基。 因此,对于你们三个而言,若是就现在服用的话,有些浪费了点。 旁边的小赵问道,公子的意思是想要等我们修为高一些后再使用吗? 楚清禾点头道,差不多吧。 要知道,现在楚清禾手中可是还剩下了两张人物卡, 一张达到了大宗师境初期的丁鹏人物卡,一张天人境中期萌翅形的人物卡。 对于之前的楚清禾而言,这两张人物卡可以作为底牌。 但以现在的楚清禾实力,这两张人物卡的作用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道时正好以西弓大法将这两张人物卡的功力提炼出来, 然后封印到木雕之中用作楚清禾,以及屈非烟等吉女突破所用。 等到修为突破之后,再使用这凤血百文丹便能再次突破不说, 还能够因为这凤血百文丹的作用重新淬炼功力稳固根基。 一举两得。 明白了这凤血百文丹的作用后,此时的水母阴姬以及莲星等吉女视线均是放在桌上那两个丹瓶上, 脸上的惊讶久久未能散去。 吉女虽然知晓能够让楚清禾不远万里跑到大宋国亲自采集药材炼制的药绝对不一般, 却也没想到炼制的丹药竟然是以凤血这样传说中的东西作为主药。 缓和了少许时间后,水母阴姬和莲星几乎是一起将丹瓶拿了起来。 随着丹瓶打开,凤血百文丹在两女这倾倒下瞬间从丹瓶的瓶口滑落至两人的手心。 看着手中这那通体呈红,且流光四溢,阴晕内蕴的丹药, 两女瞬间就被这丹药的颜值给吸引住了。 曲飞烟目光在莲星这边看看,然后又在水母阴姬这边看看,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这丹药看起来就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吃起来应该也会感觉很舒服吧。 听着曲飞烟的话,一旁的临湿音和小招不自觉点了点头。 将三女这反应收入眼中,楚清禾不禁翻了个白眼。 这边,目光在掌心中这一颗凤血百文丹仔细地打量了一会儿后,感受着手掌心传来的温度。 莲星抬头看向楚清禾道,姐夫,这丹药,感觉还是热的诶。 楚清禾美好气道,嗯,趁热。 闻言,莲星和水母阴姬对视一眼后,一同将这凤血百文丹拿起,然后送入到嘴边。 眼看着这凤血百文丹越来越靠近两米的嘴,此时的曲飞烟看着那凤血百文丹的时候也不禁将嘴张开了。 仿佛下一秒,这丹药是会送入到她的嘴里面一样。 而当丹药送入嘴中,原本如同胡豆大小的丹药竟然是入口即化变成丹叶滑了进去。 那感觉就仿佛送入嘴中的像是那最为滑嫩的蒸蛋一样。 中间两女只是感觉到一瞬间如烈酒一样的火辣以及牢骚一般的感觉。 随着这丹叶进入到体内,明明还未进入到胃部, 两女便感觉一股蓬勃的热意漠然从身体之中迸发开来。 那感觉就如同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个小太阳似的,由内而外地热。 并且这一股热意一经出现,几乎是顷刻之间便扩散至全身。 那种感觉便如同寻常人炎炎夏日之时还凑到了火堆旁边一样。 顿时,两女便感觉汗水刷的一下便从身体的各个位置冒了出来。 知晓体内药效开始发作,两女也不敢多想连忙运转自身的真气或是真元极力地炼化体内这一些药效。 而在过程之中,两女还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些热意在体内流转之下不但见缝就钻,更是无孔不入。 在这种感觉下,两女除了体内那种夏日之中暴晒的感觉之外,浑身上下还多出了一些酥麻的感觉。 而在取飞烟三女的视线之中,此时的莲星和水母阴姬在这闭目炼化药力之间,两女皮肤竟然是变得更加白皙了几分。 整个皮肤表面都仿佛多了一层银白的光泽。 就如同煮熟的鸡蛋的蛋白一样,那是一种让人看了第一眼,脑中就会浮现出吹弹可破的感觉。 看到两女这皮肤的变化,取飞烟不禁嘀咕道,这凤鞋百文丹竟然还有美白让皮肤变好的效果。 取飞烟和小招还好,毕竟小,但一旁的淋湿因在将目光落于两女皮肤上时,则是一双眼亮晶晶的。 渐渐地,一股波动骤然从联星的体内传出。 紧接着,自联星体内的真气波动,便从原本的大宗师镜中期变为大宗师后期。 百息之后,静视又提升至大宗师镜圆满。 将这一幕看在眼中,楚清禾却并未有任何的意外。 须知,那血菩提之中不过只是沾染了一些火麒麟的鲜血生长而成,蕴含的能量调配之后都足以让天人镜以下的舞者突破一个境界。 更别说是这凤鞋了。 提升效果自然更高。 若非是楚清禾为了除去之中凤血里面蕴含的火毒,将之中这要效同样中和了些许。 怕是莲星此时直接凭借这一颗凤血百文丹迈入到天人镜初期也并非是不可能。 而在莲星成功突破之后,一旁的水母音机体内真元流转间亦是成功从天人镜初期迈入到了天人镜中期。 但水母音机到底是已经迈入到了天人镜,真气化缘,自然不可能如莲星一样接连突破。 这也是为何楚清和梅河水母音机和莲星一起服用这凤血百文丹的原因。 就是准备等修为再一次提升,待到迈入大宗师镜后期后再服用这凤血百文丹从而一举迈入天人镜。 将这一幕看在眼中,屈非烟不禁嘀咕道,当初旁班还是大宗师镜后期的时候,司徒姐姐当时也就才宗师镜圆满,现在旁班都才天人镜初期。 可司徒姐姐却已经是天人镜中期了。 那孙白发看起来不着调拉里拉他的,没想到算得还挺准,公子这旺妻属性,的确有点旺得过头了。 听着曲飞烟所言,林诗音感叹道,是啊。 比起司徒姐姐和月姐姐她们而言,我们的进展的确是要慢得多了。 毕竟对于林诗音,曲飞烟和小招而言,三人目前只是楚清河的侍女,而且还不带贴身二字。 虽说跟在楚清河身边同样能够得到一些好处,但比起东方不败,妖月以及水母音机这一年多的提升,的确是差了太多。 这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曲飞烟指着莲星疑惑道,不对啊,公子不是旺妻吗?我怎么感觉她的进度也比我们快?难道说,公子这旺妻还能够顺带负责亲人的? 顺着曲飞烟的示意,看向一旁的莲星,小招和林诗音先是正了一下,随后也反应了过来。 按理说,即便是楚清河旺妻,也应该和莲星没有多大的关系。 就算是这段时间有提升,也应该是和他们三个差不多才对。 可回想着莲星这段时间的提升,好像比起他们三个,同样要快出不少。 凭什么呀? 想到这里,小招和林诗音脸上也多了几分茫然。 将旁边曲飞烟的话收入耳中,楚清河美好气道,瞎说什么? 你觉得那孙白发算命真要能算得这么准,还会和我接触吗? 文言,去飞烟吐了吐舌道,就是说着玩玩吗? 几人也清楚,孙白发就算是会算命,估计也是半桶水。 否则的真要算得准,在每次遇见楚清河前,给自己算一挂,就一定能得出诸事不顺或是胸之类的挂象出来。 哪里会像现在这样,都快一年了,身体里面被楚清河下的毒都还没过期。 一炷香后,伴随着体内那些热意以及酥麻的感觉消散。 此时的水母音机和莲星默然有了一种昨夜回家后刚刚泡完澡从池子里面出来的感觉。 浑身上下都是透露着一种洗尽铅滑之后的轻盈和舒畅感。 摆息后,带到两女体内的凤血百纹带药效彻底消耗干净时, 此时的水母音机和莲星方才平复掉体内的真气以及真缘。 只是,在两女睁开眼后,不管是水母音机以及莲星皆是口中发出一道轻疑的声音, 并且脸上流露出几分疑惑的神情。 见此,曲飞烟不禁开口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面对曲飞烟所问,莲星歪了歪头面露思索之色道,怎么说呢? 感觉说不上来,好像就像是浑身上下多了一种经历一样, 但又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感觉。 水母音机点头道,不错,的确是有这样的感觉。 听着两女所言,楚清禾诞声道,你们将手伸出来。 声音入耳,不管是水母音机和莲星虽然不明白楚清禾此举的意思, 但两女都顺从将手给伸了出来。 带到两女手臂伸直,并且按照楚清禾所说将衣袖拉上去露出了自己洁白的手臂后, 楚清禾右手倾台。 下一秒,一道剑气宛若凭空而现。 凝炼的剑气以一种悍然的姿态破开了水母音机的护体真元以及莲星的护体真气落于。 两女手臂上并且在两女的手臂上相继划过一道近半寸的伤口。 鲜血瞬间就从两女的伤口上溢了出来。 吃痛之下,莲星以及水母音机均是本能地皱了皱眉。 但下一瞬,在两女以及旁边取飞烟三女的惊讶之中, 两女手臂上的伤口竟然是眨眼的时间内直接愈合如初。 诶,看到这一幕,莲星心中冷了一下,然后仔细地看了几眼。 发现自己手臂上的伤口的确是已经愈合,就连痛感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若非是此时手臂上尚且还有一束刚刚溢出来的鲜血, 莲星甚至都要怀疑刚刚那一瞬间是不是错觉了。 见此,莲星沉吟了一下后,竟是抬起手凝聚真气, 刺来一声再刺在自己的手臂上滑出一道口子。 等到愈合之后又滑开。 将这一幕收入眼中,楚清禾不禁一头黑线。 别瞎玩。 听到楚清禾的声音,方才沉浸在自己这自愈能力中的莲星也回过神来, 连忙缩了缩脖子,呕了一声。 同样,视线在自己手臂那残留的些许血迹扫过之后, 水母阴姬开口问道, 这就是那凤血带来的自愈效果。 楚清禾汉首道,不错。 凤凰有着不死鸟的别名, 而这凤血同样特殊, 在这凤血吸收之后, 舞者便能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和自愈能力, 就像方才一样, 寻常的小伤不过呼吸间便能自己愈合, 即便是一些严重的伤势。 只要不伤及到心脉以及头部等要害, 花费一定的时间依旧能够愈合。 不过,这并不是永无中止的, 一旦当体内的鲜血一次性流失得过多, 这凤血的能量也同样会流失。 到时候, 凤血能量锐减, 这自愈效果便会大打折扣, 甚至于后面失去效果。 连星询问道, 那我和司徒姐姐现在感觉到体内那种特殊的经历, 便是这凤血的自愈能力。 楚清禾点头道, 不错。 旁边的小招询问道, 这样说的话, 有了这凤血在, 是不是以后在修炼或战斗的时候, 都完全不需要担心经脉受损的问题。 楚清禾开口道, 只是一般经脉受损的程度, 就和刚刚那司徒和连星那伤口一样, 呼吸间便能够自愈。 得知了这一个效果后, 吉女君是不禁道吸一口凉气。 须知, 对于舞者而言, 并非是修为实力越强, 战斗所能够持续的时间越久。 有道是强功弊自损, 即便是天人静的舞者, 体内的经脉的强度和韧性远超修为低的舞者, 在战斗之中, 同样是会有一个临界时间。 当这一个时间过了之后, 实力一样都会受到影响。 道不完全是体力和真缘的缘故, 更多的还是因为, 经脉的承受始终是有一个极限的。 一旦舞者陷入到长时间的战斗, 甚至于接连地运用高深的舞学, 那么经脉势必会受到些许的损耗。 当这损耗出现时, 战斗的时间越长, 损耗的程度也就会越严重。 但因为这奉血的原因, 这一点确实不再成为水母阴姬以及莲星等人的困扰。 只要梁女愿意, 凭借着体内的奉血作用, 几人只需要注意要害, 其他的伤根本就无需搭理。 战斗的时候, 从头莽到尾, 招招都是竭尽全力。 打的就是一个气势。 这里面蕴含的作用以及价值, 可想而知。 梁九, 在明白了这奉血的作用之后, 即便是水母阴姬也不禁感叹道, 不愧是传说中的奉血, 果然非同一般。 在给梁女解释清楚这奉血的作用之后, 楚清禾也没有继续干坐着。 在让吉女自己玩后, 楚清禾将此前跳到自己肩膀上, 不知不觉睡着的小家伙, 给拿下来, 放在石桌上后, 走到院子一旁, 堆放木料的地方, 随手拿了一些, 木料之后便转身进入到了房间里面。 等到楚清禾进入到房间里面之后, 此时的水母阴姬身体一跃而起, 立于院子里面其中一朵花上闭幕修炼, 争取早点让刚刚突破的真元彻底地稳固下来。 见此, 莲星也准备起身。 只是, 还不等莲星有所行径, 一旁石桌上的小家伙醒了过来, 再转过头扫了一圈, 都没看见楚清禾和水母阴姬后, 便一跃而起, 窜到了莲星的肩膀上。 偏过头, 看着肩膀上的小东西, 莲星嘴角含笑。 看着一旁莲星肩膀上的花花, 此时的曲飞烟, 再也忍受不了心中的好奇开口道, 哎, 你是怎么让花花主动愿意接触你的?